我听说这两个月 京城多名朝廷要远离其死亡 这凶手拿着铁棍 从肛门直通大厂 师父 这就别试了 已经死去的礼部尚书 留下的文字里记载着 只要舍弃尘世之躯 就可以获得灵魂的永生 真能处 这一切都是有人布的局 进去以后 人已经死了 躺在床上 头身分离 这七天之内 肯定会给你们一个答案 着陆桌使者已经遇害 什么 使谁 我使者死了三个 这两个案子必有惯例 将军半夜中兵录之后 到底是何局限 我担心再这么拖下去 局势会出问题 不能再打仗了 那兵俩全被阴兵进走了 这不是西域的麻草吗 据说能让人愈先愈死 你觉得这个凶手的存在 对我们是有利还是无利 这件事从背后的人 怕你也是对付不了他 是吗 此案关系重大 政治 也要比图案更复杂 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 受不白之人 也不允许任何罪 应该深丧 有罗水无声 不落水无声 五国辉盟还未开始就死了两国的时长 这凶手 就是在一步步的故局 他是怎么做的 完全按照他的计划来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揭开 完颜没足招的真相 那你说这凶手接下来 会杀谁 看来 我们是越来越接近真相 有点意思